民進黨苗栗縣長候選人徐定真 對著學生當面開嗆 因為到大學演講 卻對學生提問的疫苗爭議論文抄襲爭議非常不滿 而直接杠上學生的還有這一桩 2022竹中竹女舉辦聯合模擬投票 日前公布結果 沒想到卻引發網軍側翼出征 痛罵你們支持加班費都充公嗎 好的18歲修憲公投不同意 對照起民進黨上下努力推動18歲公民權 實在有點諷刺 年輕人看到徐定真跟側翼網軍的動作紛紛摇頭 對照起過去年輕人立體民進黨 這些行為恐怕成為綠營的豬隊友 年輕人的政治意向他可能未來的十年 從我們2014年太陽光看起來 國民黨倒到現在還沒爬起來 這個其實對候選人來講 原本年輕人是嗆你 可是因為你的這個和緩的溝通 他反而會覺得這個系統好是加分 可是這時候如果你把這些年輕人當成是 可能是政黨之間派來的這種所謂的打手的時候 用那種態度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媒體的呈現上 你反而是十分 民進黨一方面呼喊年輕人回鄉投票 另一方面卻容不下年輕人不同的聲音 恐怕會讓年輕族群對民進黨的支持 逐漸動搖 環宇新聞 客觀成楊紫玉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且開啟小鈴鐺